趋势APP 全球视野来面对未来的发展 昌明你好 你好 听众大家好 是 昌明今天我们从什么新闻开始 我们从超高速管道列车 这是一个新的高速铁路的发展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有介绍过 但是它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最新是它的测试管道已经做好了 要开始测试这个时速1220公里 是 以前我们有提过 它的载货不载人 现在也是这样吗 它现在还是一样 现在或不载人 人的部分就是未来才有可能实现 因为它的速度真的很快 现在他们预期的速度到底快到多少 就一小时1220公里 所以你看北高可能 我想半小时就到了 这个就是用高铁的速度想一想 大概300嘛对不对 对 300 对对对对 那它这样的速度的话 应该是高铁的四倍 对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 不过这个因为现在是载货不载人嘛 对 所以是要等多安全之后才有办法用 对它这个就是说它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真的在安全上面 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对不对 控管 应该说总是要先让货物先OK 然后我们再人的部分再进行 是 对 因为它 马斯克他提出的 这也是现在钢铁人 这是TESLA的那个老板 他提的idea 是 它的理想速度是1220公里 那今年一月的测试的话 是先用540公里来测 540公里其实就已经是那个 磁浮列车的这个速度了 是高铁的两倍 所以这个很让人要期待 这个 不过告诉大家 这个 现在测试的场合应该是美国嘛 对不对 在 在拉斯维加斯的三欧区 OK啦 就希望 这个如果测试成功的话 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做一做 哇 这个速度相当快的高铁 因为现在高铁在全世界都 都打成一片嘛 现在目前大概就是 日本高铁跟中国高铁的输出嘛 最多嘛 其实 欧陆就是欧陆他们自己盖 对 其实这个法国高铁很有名嘛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呢 这个大家的高铁的经济啊 未来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大家都好像都要朝那个陆路去发展啦 所以未来就看看这个 所谓的高速这个 应该叫超高速 管道列车 对对 我要解释一下 一般高铁我们不是跑在一般的 那个轨道上吗 是 它是接触到大部分的空气的 可是他们这个 超高速管道列车 他们是弄一种管道 让车在管道里面跑 为什么呢 就是要把那个气压抽空 让那个列车可以悬浮在管道中 减少这个车轮摩擦 它的速度就可以更坏 是 好像 对 Costco那个 好像那个收盈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如果你有看过 Costco那个收那个现金是怎样收的话 你就晓得 它就把钱装一个罐子里面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把罐子放到那个管道里面 就咻 就收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 对 那速度很快 有点类似这样的原理嘛 没错没错 OK 所以这个未来 你也可能像那个现金一样 做到那个管道里面 就看看现在未来发展会怎么样 OK 接下来呢 接下来看那个油价的问题 是 我们知道最近就是都大跌 跌的盘化仗 已经跌破30美元以下了 是 那就是可能对俄罗斯啊 跟中东还有一些国家经济 都有很大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啊 不过大家都很奇怪 油价下跌 为什么我们的茶叶蛋反而涨价了 这个茶叶蛋涨价是今天这个很大的新闻 涨了25% OK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劳务成本是增加的 我们不是每年都有通膨2%左右吗 那如果说你算十几年下来 我们可能应该要涨个30% 是 你的一些原物料成本跟劳务的成本 其实是变高的 可是油价它是高低高低来回回嘛 所以它没办法马上反映在你的商品售价上 可是如果说你的劳务成本 就是比方说大家的薪质通通都锁水一般好了 那物价保证是跌没有错 不过这个你讲这个部分 说劳务成本增加对不对 可是大家的感觉是说我的薪水也没增加 所以就是说这个会有那种感受的落差 是说你可能通膨可能增加个两三% 可是你可能薪水才成长1% 所以你是落后这个通膨的成长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市值购买力就被影响了 所以说今年的话变成说是 各国他们现在很担心说这个 有些油价大碟它不是对产业是好的 那会反而会产生这个通或紧缩 长期中通缩的情况 那我们的购买力就是会受影响 是 商品能不能用不要这个白话的文字 就是说这个话来说 就是说通缩跟通膨 在一般我们的购买行为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说是通膨的话 我们变成说是 我们每一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其实是变少的嘛 如果以茶叶蛋来讲的话 对对对比方说茶叶蛋涨到10块钱了 可是我的薪资并没有涨 比方说我应该也要涨2块 我才有办法买茶叶蛋 可是没有 我跟着涨1块钱 对我来讲茶叶蛋就涨太多了 那我可能就会减少对茶叶蛋的购买 因为我没办法买它 可是如果是通缩的情况的话 会冲击薪资 就是说我们说上市产品货币的价值其实是增加 里面上可以买到更多东西对不对 可是其实这些钱 其实它没有办法立即的被市场完全利用到 所以所有的人的薪资通通都会减少 减少耶 对而且这是很危险的连锁效应 所以说各国他们都很担心通缩 就是说通膨的话 变成说大家 资产变多对不对 比方说你拥有的钱变多 或者说是你老成本变高 那整体的那个市场就是一直往上 可是它不会变成说是通膨通太多 比方说从10块钱就变成1块 你可能买面包以前从10块下变成要100块买 那这样就大家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很温和的通缩 所以说每一个国家的央行 或者是说的主管级别 他们都会想办法控制在很温和的2%以内 不过如果是通缩的话 刚刚提到嘛 你的薪水会减少 所以呢你开始买东西就会斤斤计较 就开始不太敢买 不太敢消费 那如果呢不太敢消费的状况之下呢 OK你就会影响到这些工业生产的产量 那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在对不对 对 那最明显的历史就是中国 中国它因为就是卖很多便宜的东西 然后又做了很多工厂 可是他们薪资不是涨了很多吗 是 对可是他们的物价反而涨了更多 这就叫那个冲天泡羊一飞上去 就赶不上了啦 对 然后他们现在的经济开始收敛了 然后返还 然后他们的货币供给也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注意到他们整个国内市场 其实消费是整个是萎缩的 是 变成说大家都发现 其实中国的经济现在变成是 不是很乐观 因为多不乐观 原来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7% 现在确定好像好 整个要缩水 对已经达不到了啦 所以这就是油价 而且这还是官方数据 大家原来都不太相信官方数据 所以这还有可能还要打点折扣 所以今年大家还是紧缩一点 这个看一看现金称王 不要再乱投资了 所以油价大跌不见得是红利 这是告诉你 接下来呢 这个昌明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科技产业 就是说跟大家也有关系 就是说 你问是吧就写一篇文章 在讲说 台湾的科技创新 其实因为有侥幸心态 所以就大家的创新就被阻碍了 然后整个台湾的经济影响也会很大 什么叫侥幸心态呢 可能你过去的辉煌跟成功 是靠一些西运或一些产品造成的 比方说像宏达电 它就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 自卫性手机的厂商 一度了五年前 可后来它就后继无力了 它没有办法去产生这个东西 是 不过这个 不晓得该怎么说 这样的侥幸心态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因为你看 过去台湾的在科技业的公司 赫赫有名的 刚刚昌明提到的是宏达电 HTC 另外一个就是Acer 这两个牌子在全世界 这个出去大家都会看得到 但是现在似乎 光环难以再以承载 过去宏达电的股票 曾经一度跌到只有40块钱 但是现在已经涨回来了 而且完全是靠 你刚刚讲说创新嘛 先来靠虚拟实境这样的创新 好像大家看它股票应该会有点动 不过讲到这个侥幸心态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是这些 过去全太好赚了 是 然后变成说 那公司老板他们就变成说 那我就照我这个模式继续往下构就好了 那大家都不要再 创新 我们就是照这个模式 那创新的话也不会跳出他设下这个科救里面 你其实是跳不出来的 那别人说年轻人他其实就觉得 那我就去大公司上班就好了 是 那就不会像说美国或者说是欧洲 有那么多 还有以色列 有那么多创新的小公司 那这些小公司他们就比较有创意 那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其实创意就比较少 那这个小公司这些创意其实就会被收购 或者说是上市 或者说是诊病 他就有很多空间可以被发挥 而才会变成说 你这些创新的能量都被锁在大公司 我今天在台积电我就顾计他 我在那里做研发可能也没有被很重视 就是说这个创新的能量 能量就会被锁小 那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 日本他们是大国 他们的科技产业 IT团体人才其实是远逊于其他国家的 是 因为他们都是在他们的企业体制里面去做 那日本的企业体制比较不容易 让创新的团队能够出头 不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些老公司 你也不可能帮他们解散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看他灭亡 所以这些老公司要怎么转型 他应该要去投资新的团队 跟投资新的小公司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生存之道 譬如说你刚刚讲说 我要投过并购 把一些新的创意 把它融入到他们的公司 或者是我们要接下来讨论欧斯朗 欧斯朗他就是一个老公司 对不对 但是他要透过某些方式 让他公司有一些新生的方式 您帮我们提一个例子好不好 欧斯朗他刚刚宣布说他们的新的造明事业公司 已经叫做LEDVANCE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造明品牌 叫欧斯朗 大家可能买灯泡或是买灯管都很有名的 是 那现在就是把这个造明事业 整个切割出来 他们原来的公司就继续做研发跟技术 可是这个造明事业可能是一个赚钱 或者说他是可能在很多产品上有创新 那他就把它切割 让他独立上市 可能会有其他厂商去买它 或者说是 股票市场会收集到更多资金 那欧斯朗就可以利用这个资金 来继续做他的研发跟技术 或者说去收购其他的公司 Fave也有一样情况 他会把他的事业分割出来 然后再继续创新 你看他已经是百年老店了 他还是一直都有新东西 他不会被影响 我们上次也有提告 说Google也是这样 把他下面几个公司都拆装出来了 对不对 那拆装出来他各自去发展 就引进新鞋 或者是进行并购或整并的方式 就让他整个公司做一个体质的调整 那到时候他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 但是台湾公司都不太一样 台湾公司都是集团式的 但不太愿意拆装 对 我说他拆装的目的也只是为了 赚钱 所以这个欧斯朗这个公司 这样的做法 但是值得后续观察 不过基本上他的方向 应该是算蛮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告诉你 老公司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做法 说到老公司有新的做法或创意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 Netflix 对 这个非常热门 最近刚刚在台湾也是正式提供服务 它本来是一个美国最大的DVD出租的公司 是 就是连锁店 因为像台湾的牙影音 好 可是它后来 通过网络时代之后 它就转型成线上竹片 然后线上提供串流服务 然后你付个 10块美金 你就可以看一整个月的很多影片 或者说是电影 那现在进军台湾了 对 那他们现在就收到很多的关注 那目前它全球有7000万个订户 这个我差点也是要去订了 为什么没有订呢 听说他的影集还没有跟得上他在美国的速度 所以我就停了下来 想说等他的影集更多的时候我再去订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 影响到我的意愿 不过这位创办人好像很有趣 他除了他现在目前的工作之外 他对人工智慧好像很有一套 他会希望说 未来可能人工智慧会会越来越强 可是我们的人类的基因也可以有一些改造 所以基因改造的人可能脑力会更好 所以未来就会是人工智慧跟这个改造的人的竞争 我觉得那个是斗志 我最近看一个HBO的一个电影 我就有点被吓到 他那个叫做 那部电影的名字我有点忘记 反正就是他在讲说 就是人类现在在创造就是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它分好几个等级 反正他就是他找了另外一个人跟他跟那个人工智慧的做出来的机器人来对话 就是想测试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可以有那样的智慧 就发现他们最后都被那个机器人给骗了 那个人工智慧的人给骗了 对 所以就是说那种人工智慧的进展是很可怕的 这个会不会最后人类玩火自焚啊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但是因为已经有太多这种提醒了嘛 所以说人应该会 这个部分应该会想办法把它去做限制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比较会有问题的会是精英改造的部分 是 这个部分一直是一直很有争议啊 因为说 他是正面的 可是如果万一有一个人 他是很邪恶的好了 可是又非常的聪明 那怎么办 你说绿巨人吗 他的能力是超过其他的人的 这个其实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精英改造这件事情 这个应该会有很大的争议 尤其用在人类身上 因为他的技术其实相对还是比 就人工智慧还是要进步嘛 说十年内你要做一个很棒的人 我想应该很多国家可能都实际下都在做了 可是人工智慧其实我们看到的发展 其实还是很不假 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就是说可能才人类几岁 五六岁的那种心智而已 还不够强 对 可是你说精英改造的人 其实感不好其实都有啦 哎呦 这个听起来好恐怖哦 所以这个大家在比赛那个速度嘛 是一个时间的这个赛跑 所以OK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未来人工智慧跟机翼改造 到底谁能获胜 这感觉好像是人类跟机器人的比赛一样 没错 OK 好接下来哇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关注的 iPhone7 对对对 刚刚讲 好刚刚讲说老公司嘛 苹果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瓶颈 对不对 对 对这个公司呢 赚钱已经赚太薄了 薄到这个市场的饱和度 已经到了某种程度了 它要怎么样可以继续走下去呢 就要靠创新了 对不对 对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有很多创新嘛 那这次iPhone6s可能创新不够的对 它的销量其实好像有点问题 哇很有问题 收音商的零件啊 采购的订单可能要延误 地延或者说是减少 是 对这是一个新的发展 那大家都开始来看 那它下一代产品怎么办呢 iPhone新 那最近有一个人就是他们发现说 iPhone那个新的韧体里面 其实是有LiFi这个光通性的这个技术 跟功能在里面 可能会用在iPhone7上面 哇 大家市场的关注 OK 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叫LiFi 我们之前其实节目中有这个介绍过 对 那个产品是不是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LiFi 就是说我们一旦东西是用无线的网络 需要比方说是无线电 因为有一个电波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电波去传输资料 那其实光也可以 是 光它就是他们也是可以在 咨询 而且数量非常的大 只是说光它有指向性 它不像电波是我杀在空中的 那光的话它会有一些 这个社会是反射嘛 那你要有一种特定的节奏 去去接受这个光 那我就可以传输说 比现在的无线网络快十倍 一百倍的这种咨询在上面 是 像我们不是讲说光线吗 光线就是一条线 它是用光来传递很大 可是它是固定长度的 而且光它会透过光线 这种材料它会有传导性 所以你那个线不论怎么绕对不对 光都还是可以透的过去 而且到指定的地方 可是如果说是这种无线的光的情况 那就是要特别的传输器跟节奏器再行 所以它有好处也有坏处了 第一个是速度很快对不对 刚刚讲到它比WiFi可能快上 十倍到一百倍 所以你下载一部高画质的影片的话 短短几秒钟你就可以做到了 那是非常可观的 应该很多玩家都很喜欢 但是它这个光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好像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它的传递上面 如果这个光线碰到墙壁 或是说它没有办法这个覆盖 所有的空间对不对 所以它还是在使用 对使用范围上面 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在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过那种 可见光或是不可见光的LED 它是特殊的元件 然后把这个光发出去 是 那非语服它在欧洲 他们在那个 加拿福吧 他们就测试就是说 我用光来设一些资讯 那你手机有装那个APP的话 能够收到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商品的价格 或者说去做比较 OK 所以 现在做这个实验 是 OK 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 其实大家都还蛮看好的 所以也难怪iPhone会看上它 iPhone7 听说是未来 也就会用到这个新的技术 对不对 对 这个好像是人家先透露出来的 先从软体中找出来的 可能会有这个功能 就是不确定说会不会放 好啦 大家都如果你嫌这个iPhone 那个iPhone6 或者是iPhone6 Plus 觉得让你很失望的 大家都等待iPhone7吧 好 看看总是要有一个新亮点 不能再在尺寸上面玩变化了 要在这个功能上面 要领先 不过说实在 iPhone7会用这个东西 Android Zane应该也会用 对不对 对应该会 到时候这个市场就会被打开 还是在竞争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家就看看未来会怎么发展 OK 今天我们就谢谢昌明 为我们带来这种各种新的资讯了 希望下个星期 有更多不同的新闻 好 谢谢昌明 OK 谢谢你